字幕君 李宗盛 來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我答應到自己一定要問你UFO 讓你喝一口湯 好啊 我知道你做餐還沒吃 那你那個呢 Adom又出現了 好 麻煩你 我這個很棒啊 是法式龍蟹湯 好漂亮 那你那個呢 本來就是蟹肉南瓜龍湯 誰知道就要走蟹肉 那我想問一問你 你是吃齋 吃素 齋和素的分別你知不知道 齋是宗教的關係 素是健康關係 那以我所知 你見到這些屍體 你怕不怕 這個可以一點 是 如果整條魚 我不是很可以的 為甚麼呢 不知為甚麼 我個人的感覺上不舒服 你的心靈很弱小 愛護動物是一種很弱小的心靈 也要這樣直接說 如果有得選擇 當然要吃少些肉 如果沒得選擇 我也會吃的 我不是去到 因為我第一 不是宗教的關係 所以我不是去到 完全碰都不能碰 譬如你過年 獎妹甲就 雞給你 你不可能扮給我 那整隻雞擺桌 有雞頭有雞頭 你都會害怕的 其實我都害怕的 不是很害怕 但你會不會很舒服 因為很久以前做廣告 上去南陵 他做了一些水魚 他整隻水魚湯 拼起來 好像你看到那些 你去過澳門 看《貓頭英波》沒有 不行的 我都是不行 我接受不了 你感覺上好像拼起來 不知道 可能我看過那些檔案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連環空山案那些 那些 有很多個 我就把屍體拼起來 我不是很... 你不要說 你弄得我都不敢喝 不如我們先喝 我坐一下 好 好 喝湯之餘 其實我很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本來想問你UFO 但我想提早一刻 撕開你的真面目 好 因為一般人看到你 你不認識你的人 第一個就是 染金毛 黑水會 惡人 你的樣子是像惡人 是嗎 是的 是嗎 人你知道的 一看就看外觀 那些人 喊你會喊肥佬 不認識的人 OK 不認識我的人會喊我英俊 是嗎 二萬歲 哈哈哈哈 你這些真是妖言惑眾 哈哈哈哈 我講出來自己都笑 是嗎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就是我經常說的 那些叫cover up 那些 是 那我想問你其實 你內心是 都挺脆弱的 怎樣為是脆弱呢 脆弱的定義是甚麼呢 我又不太覺得脆弱 你見到 好坦白說一句 有很多 世人學得很少的事 都會觸動到你的情緒 你會不會是一個比較情緒 豐富的人 絕對 不是化是豐富 絕對是 那既然 情緒那麼豐富 我們可以靈活 是一個很情緒的人 但你偏偏研究UFO 是很理解的 你講UFO是講證據的 要有圖有真相 有片有真相 現在有片也未必有真相 為甚麼 因為你要研究很多背後的資料 為甚麼呢 因為太多 你講到這部分 因為UFO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很敏感的 你講到這部分 你喝那個湯匙 我怕這個湯匙 真的好喝喔 是嗎 好喝 甜不甜嗎 甜啊 好吃 我這個很濃 待會再講UFO 因為真的很有興趣問你這個問題 剛才上湯匙之前 我們就休息了一會 你竟然可以跟我們的經理Ivan 講一大堆UFO的東西 你問開吧 你喝完湯匙 好啊 你喝完醃湯匙之後 我就問你UFO 其實你… 過馬過來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正如我剛才說 你是一個這麼感性的人 你研究UFO是要很理性的 OK 你的性格會否有矛盾 或者衝突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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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去研究那些資料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考慮很多問題 是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 一個人的雜性 這個行動性的問題 就是你那個人是 原本是幫政府做事 那為什麼你會出來突然揭爆UFO的東西呢 會不會呢 會不會想賺錢 會不會想賺錢 有可能 因為他有了一些很重要的資料 所以他想賺錢 絕對有可能 因為政府養不到他 你可以說 你也可以這樣說 或者他可能被安排 被一些假戀出來 所以你的研究裡面 會有很多事情想 有很多事情想 其實有很多事情想 很煩的 好像剛才這樣 Manager Ivan Forgo 就說 無端端在灣仔會展 一片紅色的 看到對面一個天空一片紅色 對 接著拼了一片紅色 他就想拿起手機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有這麼多時間 都是這麼巧 你想拍那樣東西的時候 他就沒有了 這個呢 你要去講到這個原因 你就要講到一些很深入的資料 但是當然那些資料 很多人都沒有相信 是 我要解釋給你聽的就是 那隻飛碟 在這個天空那裡停了 其實它裡面的器材 或者裡面的科技 你在地面所有 看得到那個角度 它都檢測到的 的生物 其實它都已經檢測到 人的腦電波 就是看完你們 一直監測著你們 你不要說是監測 它有個器材 就是等於你的手機 你有個Whatsapp 你看到誰 什麼時候在網上 但你不會特意去看 但是你要去看 它們要去幫助 或者它要去做事 它是可以支持你 下面的人的腦電波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見到 有些人見不到 其實它們的科技 都很先進 隨時可以侵略地球 先進 不先進 你飛不飛到 你飛不飛到月球 我做夢都 飛過 你飛不飛到長洲 飛不到 你就是坐船去 人家的科技 因為我是凡人 人家的科技 其實你有沒有被UFO 捉過上去研究 我不知道 我覺得你有 個個都是這樣說 那你當然不知道 其實如果你這樣 你的身世都很危險 你知這麼多秘密 你知這麼多秘密 OK 我知道 我知道的秘密是你的 秘密我知道多些 你不會知道我的秘密 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覺得我很危險 但我不覺得自己很危險 第一 第二 我知道的資料 其實外國很多人都有在說 只不過是香港的人不知道 那些外國在美國那些 這麼核心 在美國當地說 他都沒有事 怎麼會我有事 最令你震撼 到現在你溺溺在目的 UFO事件 是甚麼呢 我在美國 其實我在香港也見過很多次 我在美國 是跟一群隊友 二十多天 就是那次鳳凰城 其實鳳凰城是其中一站 是 待會他會說這個話 是 那整班人一起見到 我好像見到 他們粗略地計 好像見到五十多粒 在天空那裡飛 夜晚還是甚麼 夜晚 黃昏那時候 是的 我想問這件事 那你 你不要說專家 知道你不會喜歡用這個康稱 OK 一個UFO的研究人員 都可以這樣說 興趣研究人員 你喜歡吧 這些 我想問問 其實我真的很想看UFO 即你們說到無奇不有 全世界都是UFO 那我用甚麼方法 是多些機會 你在香港 其實你都會見到 是 尤其現在這個天氣 即是說你秋涼 為甚麼呢 尤其是冬天和秋涼 因為天氣越清 你見到的機會越大 是 那你要記住 你見到的UFO 你不要想看片 那樣見到整隻碟 是 不會整隻碟在天空那裡飛 是 你拍到那些 只不過人家 zoom到很近 是 實質上你肉眼看 都是很細點的 很細點的 很細點的 可能是顆星 你以為是顆星來的 是 你在地球或者地面見到 或者甚至你在香港見到 除非它飛到很近 那些機會 就可遇不可救 否則你要見到 天氣很清的時候 你就要選擇時間 選擇在黃昏 或者日出前前後後 那兩個小時 你見到的機會是最大的 是 因為地球外面 其實有很多UFO在那裡飛 是 是很多的 你看太空總署 經常都拍到那些片 國際太空站那些鏡頭 經常都會拍到 問題就是 因為它很多時 它飛的時候 它不一定發光 那你就看不到 但是如果 你剛剛日出和日落的時候 剛剛太陽光的折射 它本來正在飛的 它不發光 因為太陽它反射光 你就會看到它在那裡飛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現在在做你的UFO字 也不一樣 哈哈哈哈 背景又看了 有點像 哈哈哈哈 一家人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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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 是不是當 以 講UFO這個話題 做一個正職 呢 我正職 其實我都算正職 你現在已經 我覺得是 是 我已經沒有 我原來做廣告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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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生活 開麥克風之前 你問我 訂了手機未 訂了新手機 我還未訂 為什麼未訂 沒有錢 不是 你的回應告訴我 我吃軟飯 是啊 吃軟飯 你問我 你問我 怎麼生存的 不是吃軟飯 等一下我給你吃軟飯 好 好 在第三節 我會問你 就是 你對情這個看法 好啊 因為我覺得這些人 聽你說UFO 就 聽得到 已經不用說了 卓飛就是UFO UFO就是卓飛 你們兩個 混在一起的鏡頭 但其實很多人很想知道 你現在是UFO 我覺得很多朋友想知道 就是卓飛背後真正的情懷 這個詞 但我還是會說 吃軟飯 要說我沒什麼 OK 第三節見了 好嗎 我現在等他們的主菜 nan. 拍到 是 會 得得得Are 人 好 。 感谢观看